每到假日观光区常常都会有围停的状况 在南头的日月潭建车围停更是常见 因为许多民众都是搭乘计程车来日月潭 但是问奖回程不想空车因此就沿路懒客 所以把车停在人潮最多的水设码头来等客人 虽然是红线但可能会开罚 但是一趟带到台中有2000块钱到埔里有600块钱 所以即使开单还是有赚 但是问奖大哥也就抱怨说 这里的停车阁规划不完善 排排排一台接一台 小黄问奖停在日月潭的大石旁等着客人上门来 来自台中或者是从埔里过来 不想空车折返问奖们能转一趟试一趟 就算违规停在红线上 只要有人潮就代表有大车市场 也要冒着被开单的风险 公订价日月潭到台中2000块钱到埔里600元 并且被警方开单举发600块钱到1200块钱的红单还是有赚 等在红线上不是不知道违规了而是真的位置太少 这个日月潭这么大但相关单约却只有规划六个计程车停车阁 如果没有卡到位置司机必须要沿路缆客 不然就是得违规停在红线上等客人上门 只有规划六个计程车位根本不够用 来到日月潭的观光客除了搭客运自行开车 其实小黄对散客来说时间也比较谈性化 日月潭的载客需求民众的心声希望多一种 但计程车位就是只有个位数想赚这笔观光财的问奖们 明知违庭还是要懒客赚生意财 中天新闻六云巩宇的SNG小组南投采访报道